遇到的狀況跟我完全一樣 有人遇到的是言語跟肢體上的騷擾 台北市議員鍾佩君控訴遭 名嘴朱學恆良度強吻 明確表示受害者不只自己 在批他告發狀毫無回憶 朱學恆跑去告發自己 這麼可笑的事情 他用的字眼非常的謹慎 小心在切割 如果他真心悔改的話 他早就已經去自首 強在鍾佩君記者會前 朱學恆發文自己告發自己 苗博雅戳破司法大戲 用字斟酌充滿算計 發文直言朱學恆 應該自首早日癥結起訴 但告發書狀 沒有坦承任何犯行 還寫由君署之偵查 早日還原事實 表明鍾佩君說的不是事實嗎 看似認錯 又私下找律師朋友關心 連前主任檢察官薛為平 也認為告發狀內容不知所云 不免讓人懷疑 是算準告訴期間已經過了 必須自己出庭舉證嗎 一方面逼他上戰場 還能藉由偵查不公開 以及性騷擾防治法 讀住眾人猶猶之口 那也有可能是考量說 這個性騷擾的部分 已經超過告訴期間 而去想要爭取一個不起訴處分 是不是他又設局北檢已獲得不起訴 關鍵在於觀察說 他是不是到偵查廳上面會自白犯罪 朱學恒動作多 但若真有其他受害者 日後要面對的法律戰 恐怕不只一件而已 再來是我們黃成博 魏文軒 台北報導 中文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文字幕 李宗盛